10月10号国庆日 今年的国庆大会 现场有些浓浓英雄味 所有在过去一年 为台湾尽心经历的各界英雄 像是防疫英雄 请销英雄 当然还有奥运英雄 都有代表出席到场参加 并且还在大会上领唱国歌 这个站在国民女婿 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身旁的 不正是国民女友 奥运抬拳到铜牌的罗嘉玲吗 绑起辫子头 身穿东京奥运台湾代表团团服 跟着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的 小朋友们一块大声唱着国歌 英雄光荣挡都挡不住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表演 除了有大家争赌的 雷虎小组冲场 还有国军带来的 捍卫台湾演出外 多位东京奥运独牌选手 加上帕运国手 坐上了英雄车队 包括举重女神郭信纯 安马王子李志凯 空手道小新新闻资云 都在车队上 接受众人喝彩欢呼 让110年国庆大会别具意义 不过毕竟国庆大会有危安管制 要让无法参与国庆典礼的民众 也能一睹英雄车队英姿 因此国庆典礼后 紧接着登场的 Our Hero 台湾英雄大游行 便是东京奥运跟帕运选手们 跟国人的见面会 台湾奥运团队成员登上坐车 一路来到台北管前路的英雄鼓舞台 一旁粉丝民众挥舞着国旗 以及中华文化总会 为这次游行特制的英雄加油旗 加上喷发的荣耀纸花 让所有人在台湾英雄 有你真好的欢呼声中 享受开心的国庆佳节 国外体一台综合不佬